阅兵以后都有很多体会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军人 多年在部队的军人 可能看完跟大家体会不太一样 但是肯定是有共情的东西 大家看完阅兵以后 对我们的兵器的展示 你看地面兵器 导弹 包括空中的兵器 印象都非常深刻 对我们的军装的印象也非常深刻 现在海外的媒体评论也很多 包括东风21丁 东风26的展示 反航母的武器等等评论很多 我作为一个当过多年兵的军人 当然这个兵器我们都很熟 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我说你看军人的眼神 参加这个阅兵的人的眼神 这个神采跟过去真的不一样 我们在国外学习的时候 你看就今年在美国学习 他的仪仗队也过来 高的高 矮的矮 胖的胖 瘦的时候黑的黑 白的白 没几个人 也没有专门的训练 哗啦哗啦走过来 也很神奇 皮鞋擦得很亮 眼睛炯炯有神 我说眼神非常重要 俄罗斯阅兵 下不都抬到天上去了 你看那眼神 那种自豪 那种天下唯我独尊的那种感觉 我说你看看中国人的眼神 我们最缺乏的是眼神 没有神采 没有神奇 1900年 你看中国人的眼神 七七事变之后 你看中国人的眼神 完全不一样 我说你今天大卫兵 看看我们那些战士们 就是战士 战士的眼神 那种救救神 那种自豪感 自尊感 自信心 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了这时候 真是阶段性的变化 我们的神采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回对我非常大的提示 但是我们今天讲这个题目呢 从百年沉沦到伟大复兴 我说你看我们近代以来 中国的灾难几乎都与日本有关 家务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 日俄战争 在中国土地上发生日俄战争 九一八事变 七一事变 但是我们要注意 中国的革命几乎与日本都有关 戊戌变法 康良就直接学习日本的明智维新 辛亥革命 孙中山得到日本大力支持 不管是日本的黑龙会也好 日本的他的所谓官方民间 都给很大支持 当然日本支持孙中山呢 他是想扶着一个亲日的势力 孙中山最后以后 没有按照日本的做 日本人很恼火 但是日本人深度介入辛亥革命 五四运动 内逞国贼 外争国权 五四运动爆发 外争国权就是要争 为什么一战胜利之后 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 那中国是个战胜国 我说你看五四运动与日本有非常大的关系 新中国的诞生 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 从百年成人到伟大复兴 我说这都是中日之间近代来这种关系 我说了解中国最深的是日本 伤害中国最深的也是日本 他太了解你了 抗日战争是1840年以来 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遭受的历史最久 规模最大 受损最重 牺牲最烈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当然这场战争最后以我们的胜利 侵略者的失败宣告结束 我们就经常讲了 抗日战争是1840年以来 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取得 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这是我们教科书的定义 这是我们的 也是这样一种历史事实 但是这个胜利我们经常讲 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花环 带上它我们能感受到巨大的荣耀 也能感受到扎人的经济 那里面有些任兵时间流逝多少年 也不能忘记的事情 1945年9月3号 在南京签署 日本无条件向中国投降 会场现场呢 中方是由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寅钦 带着三军司令 陆军海军空军司令 对方是寝华日军总司令港村宁次 带着寝华日军的首领 双方签署仪式 大家看这个桌上有个微妙的区别 中方的五顶军帽都能放在桌上 日方只允许港村宁次 一人把军帽放在桌上 其余的军帽只能放在膝盖上 当然这是战胜国与战败国的区别 我们仅仅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是不够的 签字一试 当天晚上 我说何寅钦怎么到现场签字的 从重庆坐飞机飞到南京 沿途均由日军提供警卫 何寅钦到了南京感到非常难受 感到跟蒋介石讲 紧急空运空六军两个连到南京提供警卫 你不能我们的我们代表团都日本宪兵帮我们警卫 会场的现场桌子台布什么各种签字文件 麦克风整个现场均由日本宪兵准备 然后我们坐在这 签字日本就向我们无条件投降了 你说日本内心他福气吗 何寅钦当天晚上还派副官 签字仪式当天晚上派副官 通知他的在日本士官学校的老同学 港村宁次 你们第二天签字不要带指挥刀来 带指挥刀按照签字投降签字仪式 你必须得成交指挥刀 你们很难受的不要带来 所以第二天日本人一个带指挥刀来的都没有 我们特别关注对方的感受 我们特别不想让对方有不好的感受 有难受感受 我们特别关注对方 那对方关注我们吗 我觉得当我们胜利的时候 我们特别关注他们 当他们胜利的时候 我们后来有副非常著名的油画 大家看这个油画画的很多 挂的很多 我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光靠油画画的好不是个办法 你看油画画的很好装 国民党的士兵全场警卫 军人正经危坐 何印钦昂首挺立 日方深度鞠躬 向我们成交无条件投降书 你看这个仪式会场 我们看完真解气啊 但是现场是什么呢 现场跟油画差别在哪里 李敦把现场把何印钦骂透了 说你何印钦鞠躬60度 小林浅三郎代表港村宁斯 鞠躬30度 谁向谁投降 我都没搞清楚啊 后来就为了这幅画 国民政府方面解释 签字桌太宽了 小林浅三郎个子矮 递不过来 所以何印钦要鞠躬去接 我们看照片 何印钦一点不比小林浅三郎高啊 你俩个都不高 我说我们中国人 我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油画画的非常好 我们就结束了 我们歌唱的也不错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军歌 二十九军十万个大刀片 五千八百个鬼子 砍了几个 一个月滑北沦陷 我说我们中国人 特别注意这历史事实 特别不能被 事后的一些豪壮所蒙蔽 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 你说我就讲了在中国 人人皆知 卢沟桥是战争爆发地点 今天卢沟桥我们长期干枯 我们刚才讲到南水北调 现在引进了 卢沟桥有水了 高铁也通了 那么这个地方竟然是抗日战争爆发地点 抗日战争纪念馆就在这 中外来宾参观者络续不绝 我说如果有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突然发问 战争怎么在这儿爆发呢 这是中国和日本的分界线吗 我们这些懂事的大人 哪一个回答这问题 我们现在参观的人非常多 国家之间战争没有在边境爆发 甚至没在长城和舵口爆发 在卢沟桥爆发了 我们该如何回答这问题 就说战争发生之前 日本人已经讹住我们咽喉了 怎么回事 我们是怎么忍到了这步才忍无可忍 最后正好下军跟鬼子拼了的 东北丢了 一个一个丢了 我们一步一步的后退 我说近代来就是这样 我们灾难连着灾难 1840第一次亚北战争 你说大英帝国多少东西 二十八条军舰 一万五千军队 大京王朝常北军六七十万 前顶南京条约 隔让香港 赔款两千一百万两百亿 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联军 总共两万五 英军一万八 法军七十二 长驱直入中国首都 杀人放火 将圆绵复制一具 以如此小的兵力 长驱直入一个大国的首都 1900年甲午战争 一支马关条约 隔让辽动半岛台湾 赔款白银两亿两 开辟空前的各地赔款 我说近代来就是这样 对中国来说灾难连着灾难 日本之所以能铸守在 七一事变之前铸守在 罗河桥 就因为什么呢 是八国联军请华的成果 八国联军1900年 请占北京 总兵力多少 最多的日军八千 俄军四千八 英军三千 美军两千一 法国军队八百人 奥地利军队五十八人 意大利军队五十三人 八国联军 满拿满算 全部兵力 一万八千八百八十一人 还有七千德军在海上 来不及赶到 他们都等不及了 1900年八月三号 从天津向北京攻击出发 就这一万八千多人 十天之内攻陷北京 我们经济一带的 义和团团民五六十万 清军十五六万 没有当主 当然八国联军 占领北京之后 增兵增兵到院十万 但是攻占北京 就这一万多人 把北京打下来 最后签订新手条约 根据1900年 1901年9月签订的新手条约 中国应允诺诸国会同 着定述处 留兵驻守 以保京师之海道 无断绝之欲 从此之后 就根据这一条 在华北驻屯的外国军队 有英 美 法 义 日 五个国家 约定人数为八千二百人 规定了 八国联军可以驻守 日军就此驻守了 规定日军兵力四百人 结果新海革命发生 中国陷于这样的一种混乱 动荡的状态 日本就悄悄的增加 把他的叫亲国铸屯军 改成叫中国铸屯军 把四百人最后在事变之间 增加到数千人 这就是我们灾难的来源 我说近代来 中国就像灾难套的灾难 中国有的老话 叫沃塔之上 沃塔之上 其中他人汗水 国家本营距对手 于千里之外的核心区域 战争爆发以前 竟然人家已经久居已死 形成了沃塔之上 他人可以汗水的局面 两国尚未正式开战 鬼子已经超到了 京师以南 讹住了我们的咽喉 这多么创生痛惧的民族耻辱 我说我们在 抗日战争进行馆参观完就忘了 那个地点 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陆 战争竟然在这儿爆发 我们正式宣战 竟然是1941年12月9号才宣战 你算算 我们叫八年抗战 习主席讲准确的讲14年抗战 1931年开始了 东北一用军就开始干了 我们正式宣战 1977年七一事变之后 又打了四年零五个月 才对日本宣战 离日本投降只剩下 也就是 也就是不到四年的时间 三年多的时间 我们才宣战 我说这些细节 为什么卢国桥战争爆发地点 为什么11年12月9号才宣战 你追究历史 如果你不了解这细节 我们怎么走过来的 你像今天台湾的郝博村讲 正面战争95% 敌后战争5% 马英九讲 什么叫中流砥柱 共产党能是中流砥柱吗 江委员长中流砥柱 我们大陆的 好像都不太好反驳 就觉得我们打的仗好像不是太多 这个资源掌握不是很多 好像正面战争确实打得多 我们最近对正面战争的宣传肯定 我对呀 正面战争肯定打多 我说你看看你这 这是正面战争 41年12月9号才敢对日本宣战 为什么这时候对日本宣战 因为1941年12月7号 日本偷袭珍珠港 因为1941年12月8号 美国对日本宣战 所以我们鼓足勇气 12月9号对日本宣战了 没有美国对日本宣战 我们都不对日本宣战 都打到这个地步 不宣战 美国你偷袭了我了 我第二天对你宣战 一直要把偷袭者打到一个声 按照美国话 他叫unconditioned surrender 打到无条件投降为止 我们呢 南京已经屠城了 大半个中国都被侵占了 我们后退着 斟酌着 会谈着 寻找着退路 寻找着妥协的余力 当时蒋介石抵在哪 恢复1937年 1937年七一事变以前的状态 东北任丢了 就这样了 恢复到七一事变以前就行 后来讲了 不恢复到七一事变也行 华北你得对我客气些 你不像东北搞个 满足国全占领 华北我们共管都可以 所以有 1937年底的逃得慢调题 有1938年到1939年的孔祥锡 以代表蒋介石日方的秘密接触 怎么想办 妥协 有1939年到1940年的军统 找了个人化妆成宋子良 以日方的接触 同工作 最后都达成了协议 蒋介石 百元征死亡 汪精卫 三人在长沙会谈 长沙机场都整修了 整修机场修理跑道 最后日方就担心什么呢 就是重庆方面 你们要签一个 港村宁次和汪精卫 到了长沙 要保证安全 书面签字 他们就过来要谈了 蒋介石说 我口头承诺 书面不能签 书面没有签 最后没有谈成 没有谈成 一个是蒋介石 书面没有承诺 港村宁次 不是 百元征死郎和汪精卫 担心到长沙安全问题 因为他们要求到别地方谈 老蒋不愿意 说到别谈我安全有问题 那到长沙谈 长沙谈他们安全有问题 老蒋不愿签 然后呢 1940年8月 共产党方面发起百团大战 整个把同工作给搅乱了 所以同工作无法进行 我们今天好多人说 共产党就打了百团大战 有什么意思 你说有什么意思 百团大战当然讲了 阻止投降势力 结果1940年8月份正是同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日方的回忆是当时日本以重击方面最接近的时刻 突然间百团大战爆发 暂货托 日本开始对美了 空袭珍珠港 暂货托 一切化为泡影 没有了 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要记住 我们在胜利也不能忘记 我们怎么从灾难中走过来的 我们一直想着妥协 一直想着后退 一直想着见好就收 差不多就行了 给对方台阶 我有台阶 我们从来没想到把对方怎么样 抗战1937年爆发 汪精卫详日以前 他就讲过 南京的空气不对的 都讲打日本 抗战到底 什么叫到底 汪精卫专门就 什么叫抗战到底 冯玉祥 你说 什么叫抗战到底 你整台在那抄抄抄 抗战到底 冯玉祥说 到底 到底就是日本投降 王精卫说 这真是一个秋八的无知 日本投降 做梦的 管冯玉祥叫秋八的无知 你可以想起当时这个气氛 这是中国人当时的气氛 当时当然 我们讲的整个近代来这种灾难 我们讲过 中国近代来 丧权入国条 一个那一个 丧权入国 我说关键是统治者昏庸 缺乏危机 两个紧迫感 我觉得是这样吗 我们从近代来 从第一次 鸦片寨战一来 你看我们的失败 是这样的吗 清朝十二皇帝 从努尔哈赤到宣统 研究清史的 现在你不管从 严重年等的 他们也研究清史 都有这样一个感觉 有句话叫 大清无昏君 大清无坚臣 清王朝 这个王朝 他跟我们传统的汉族王朝 有非常大的区别 汉族王朝 你看我们都走着路子 叫君子之责 武士而战 头一事 头二事 历经屠治 第三事 第四事 也小心为之 第五事 第六事 开始吃喝玩乐了 第七事 第八事 开始荒荒音 武道了 最后王朝崩塌 明王朝就最典型 皇帝到最后 两个月 三个月 不上朝 不理朝纲 让大臣们去弄去 两个月 三个月 都不露面 就到这个地步 清王朝没有一个皇帝 是这样的 你看我们说了 康庸前盛世 你现在拍的片子 康正 庸熙乾隆 电视剧 大家都看过 康庸前盛世 但清朝的盛世 从康庸前盛世 转到道贤 铜光衰世 转换极快 中间只隔了一个 嘉庆皇帝 他这种间隔 并不是根据 就是几世衰亡了 几世不理朝 他不是这样的 一个一个 历经图世 你包括 道贤铜光衰世 中国近代史上 持有助上第一人 道光皇帝 第一个丧权主 条约他见的 持有助上第一人 道光怎么 穿过戴补丁的裤子 皇后过生日 用达鲁面 招待太监 招待万公大臣 我说我们今天 我们谁的夫人过生日 你用达鲁面 招待朋友 那时候你真抠门啊 道光就这样 道光要结成 宫中开支 皇宫开支 每年四十万两 白银 道光说砍掉一半 二十万两 青史记载 道光就是 食物虽好 价高不锁 这东西挺好吃的 价格太高了 我不吃 还穿过戴补丁裤子 让太监把裤子补了 当然他不知道 补裤子代价非常大 把他这裤子弄到横周 用丝线给他补上去 代价非常大 那他不知道 他叫节省公共开支 他干什么 全力支持林泽徐锦燕 王公大臣 很多人反对的 道光力挺 你说是个糊涂的皇帝吗 道光规定 宫中用战 每日不许超过四篮 我觉得颇像我们今天四菜一汤 他当年都搞过这个 结果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签约了 他的最后道光晚年 郁郁寡欢 忧郁而死 他的儿子显风即位 你显风立志为他父亲报第一次鸦片战争 一见之仇 显风搞了作用名 放出案头 整天提醒自己 第一 防土木之剑 防止大兴土木 第二 防燕安之剑 防止大吃大喝 第三 防拥臂之剑 防止上情不能下打 下情不能上打 显风这防三剑 跟我们中央今天八项规定 也有些地方是契合的 但显风败了第二次 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败了 他后面的同志 他儿子同志 同志全力支持曾国藩 左东方李鸿章 发起洋务自强 满朝的王公大臣都讲 绝对不能让权力 罗到汉族大臣 手里血 但是同志全力支持曾左李 你说是糊涂的皇帝吗 光细支持康良 发起务虚维新 务虚维新就是君主立宪 皇帝要服从宪法 按照宪法规定来 光细支持要搞 你说是糊涂皇帝吗 一个都不是 所以按照我们海峡对岸的学者 百扬讲的话 百扬说 清王朝将近三分之二的皇帝都很能干 了解并努力完成他们的责任 三分之一的也属于中等才智 像明王朝那样 一连串的草包恶棍型君主 清王朝一个也没有 中国还没有一个王朝 出院过这么多具有很强能力 而很辛勤工作的帝王 但他们生不奉食 他们如果在封建王朝别的朝代 他们可以他们生不方式他们生在末世 我们面临一个强劲的对手 这个对手再也不是过去北方的匈奴蒙古 女真 这样的落后的生产力落后的生产关系 对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生产关系的中原的入侵 再也不是了 所以你同化不了他 他要同化你 他们来的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 先进的生产关系 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来了 你同化不了他了 他要同化你 所以当年意识到这个危险的 你看李鸿章 李鸿章讲 清朝末年面临什么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三千年未有之强敌 就大清王朝晚年面临变局 是三千年之所未有 强敌是三千年之所未有 这不是你过去封建王朝 你很好的皇帝 过去你完全对付了 今天完全对付不了了 敌人之强敌 你说皇帝是这样 王公大臣是这样 王公大臣有弧度的吗 你像李鸿章 他说三千年未有之强敌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李鸿章在1894年 甲午战争之前 三十年就提出日本的问题 他说 夫今日之日本 即名之倭寇也 距西国远 而距中国近 我由以自立 则将复利于我 窥死西人之短长 我无以自强 则效有于比 分西人之利索 就日本 我们要强大 他跟随我 我们要软辣 他要分个我 他要学西方那一套 甲午战争之前三十年 对日本有非常深切的认识 甲午战争之前二十年 李鸿章又上个折子 年龄折子写的 日本以英人暗截党员 歧视日章 歧视不小 故敢称雄东土 藐视中国 有匮犯台湾之举 太西虽强 尚在七万里以外 日本的近代胡踏 似我虚实 成为中国永远大患 认识的不早吗 甲午战争之前二十年 李鸿章也提出了 日本成为中国永远大患 你说皇帝糊涂吗 他们是大臣糊涂吗 1885年 海军 总理海军事务 衙门设立 就相当于海军司令部 1888年 北洋海军成军 李鸿章全力以赴建立北洋海军 干什么呢 卓家用敌是谁 就是日本 卓家用敌建设队伍就是日本 最后败于日本 不是不知道 当然后来有人说了 好了 你这个清朝王公大臣 从皇帝到大臣都知道 那问题我们后来败了 败在哪里呢 装备太落后 无法抵御对方的奸船力炮 李鸿章本人就持着观点 李鸿章说 中国文武制度 事事远在西人之上 毒火器万不能 就是兵器不行 那真是这样 李鸿章的北洋水师 我们可以看 你北洋水师这种构成 火力 装甲 都远远优于日本舰队了 甲午战争是什么呢 是我们近代来 我们已入侵的帝国主义者 装备差距最小的一场战争 定阵两条铁甲舰 排水量7335吨 我们今天的最大的驱逐线 052D型 还没达到9吨位 我们要到2017年以后 我们055下水 万吨级驱逐舰 才能超过定阵两条铁甲舰的排水量 你当年 你从他的火炮口径 装甲厚度 都是亚洲最令人生畏的军舰 你说没有装备吗 装备落后吗 中日甲午战争 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 中国军队已入侵外敌交战 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次战争 他又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 中国军队败的最惨次战争 北洋水是全军覆没 一条军舰没剩下来 不是击沉的 就是自沉的 然后被对方拖走的 一条没剩下来 日本联合舰队一艘未尘 怎么到这个局面呢 为什么出现如此反差 如此巨大的集结局 反差巨大 我们说自林泽旭以后 国人皆知西方专职尖船立炮 皆知无尖船立炮 要隔离培款 以为过去之事近在船不尖 炮不立 那现在好了 北洋成军 船不可为不尖 炮不可为不立 为什么还要隔离培款 甚至是更大规模的 隔离培款 一个败的比一个惨 梁启超后来总结 唤醒吴国千年之大梦 使甲午一亿失业 千年大梦唤醒了 就李鸿章的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三千年未有之强敌 梁启超讲了 千年之大梦 开始醒了 甲午一亿 我们过去认为是气无如烈 现在发觉不是那么回事 是质不如烈 体制方面出问题 必须改制 那么 中国的问题 体制僵化 没有跟上世界的变化 都集中在这了吗 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找替罪羊 我们有个万罪归于一身 只要把这个家伙除掉 把这病造除掉 我们就皆大欢喜 那体制也成为这样的 要万罪归于一身的东西了 改制 康有为的 无需维新 是改制 失败了 孙中山的建立共和 也是改制 共和成功了 2700多年的封建体制 终于被推翻了 我们终于改制了 体制变了 共和了 问题终结了吗 汪精卫 1910年 作为同盟会党人 刺杀摄政王宰凤 在北京 古罗外 没刺杀成功 被捕入狱 要判死刑 扇齐亲自审问汪精卫 扇齐是清朝王公大臣中的肃心王 他是开明派 他就是川岛芳子的父亲 川岛芳子的父亲就是他 他讲 他是清朝的王公大臣中的开明派 他在审汪精卫之前 他把汪精卫的三本书 有关革命三本书全部都看了 他看完之后很感慨 他自己讲 如果我不是亲王 我又变成革命者 他力劝 摄政王宰凤 不要杀汪精卫 要争取人心 要为我所用 摄政王宰凤同意了 汪精卫不杀 判处无期 他又想了很多办法 汪精卫这人 清朝一定要用他 又把汪精卫 又给 无期又变成特赦 最后放掉 他非常欣赏汪精卫 两个人在 他多次亲自在大狱中 审汪精卫 审汪精卫 他让别人全部退场 就他跟汪精卫聊天了 相当于 辩论 汪精卫讲他革命党的主张 善其讲他的君主立宪主张 善其同意君主立宪 两人争 谁也没说服谁 善其 后来跟汪精卫讲了一句话 你们这些革命 当然是有原因的 是看到清朝太坏了 假如你们革命成功 我看你们也强迫我们多少 后来被善其不幸言中 善其最后 让 宰风同意 把汪精卫释放 汪精卫当年 坚决的革命者 你看那诗写的 引刀成一块 不负少年头 我觉得谁把汪精卫毁了 我觉得就是善其 你不如当年把汪精卫杀掉 中国革命多了一个 我们今天都在可歌可泣啊 让大家双泪长流的英勇少年 最后你把汪精卫给放了 现在多了一个 不齿于中华民族的大汉奸 汪精卫将来的坚决 和最后你还那样 判若两人 所以就 那个唐诗描述王莽 上世当年身便死 一身真伪有谁知 汪精卫如果当年死掉 真成全他了 历史英明 结果最后 我说放掉汪精卫的是善其 真正毁了汪精卫的就是善其 善其想的话 假如你们革命成功 我和你们也强迫我们多少 当我们把一切归罪于体制的时候 这个体制真的完了 新体制出来了 你看李大钊怎么评论这个新体制 专门写了大哀篇 革命以前 无名之患在一专治君主 革命之后 无名之患在数十专治都督 西则一国 有一专治君主 今一省有一专治都督 前者一专治君主 是因为未必及今日之都督 过去伺候一个皇帝 现在一个省一个皇帝 更麻烦了 而且那种因为比那一个皇帝还要厉害 这是善其想的 你们成功也强不过我们多少 推翻第一制 创立民国 援日海1916年死 你好了 共和设立 共和的实验 1916 1928 12年间 实验共和 北京九一政府 24次内阁改组 换26级尊 军阀混战 生灵涂炭 大众的扶植 黎民的权力 淹没在对权力的争夺 对地盘的争夺 对中心城市的争夺 对国外承认的争夺中 国家稳定因素 骤减 政治动荡 斗争 社会组织变得更加松散 人心更加涣散 民国改制 没有解决问题 你看五四运动提的 外征国权 内称国贼 那对局面什么呢 就外无国权 内有国贼 内外交困 交头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 关东军一万九 东北军十九万 一周丢掉辽宁 三个月丢掉东三省 就这么个局面 当然我这统计 一万一万九千人 关东军的资料 是一万零九百 日本人说 中国人把小数点 错了一个位置 应该是 这个里应该放在这 但我还是用我们最高统计 一万九 他说一万零九百 其实就一万人 当然我们后来说了 是东北军想抵抗 老蒋一指 不抵抗命令 把东北整个丢 老蒋死后 十后几年 十六七年 张学良在美国回忆 张学良实事求是 很实事求是 张学良讲 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 我当时判断 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 我没有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 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 不给他们扩大战士借口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是我下的指令 我觉得张学良实事求是 老蒋同意东北军不抵抗 不是说老蒋让东北军不抵抗 东北军自己就觉得自己不行 结局就是这样 九一八事变 多少鬼子 我们十倍于对方 在我们的国土 那七七事变更登峰造极 华北驻屯军八千四 我引用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最高统计八千四 国民党战士 华北驻屯军 日本的华北驻屯军七千八 日本的华北治安史 华北驻屯军五千八 我就用最高数字八千四 宋哲元二九军十万 就是我们讲大刀像鬼子头上砍去 我们说就八千四百个鬼子 日本人自己说就五千八百的 一个月华北沦陷 希特勒 1941年 发动他的巴巴罗莎 进攻苏联 希特勒讲的话 苏联就是破草房子 我一脚就踹到他 当然希特勒错了 希特勒把自己腿都踹断了 但当时中国真是个破草房子 谁进来就一脚 一脚就倒 再进来一脚 拿枝子之前 帮一脚又踹倒 一脚就踹倒 中国是这样的 就是破草房子 一脚就倒 四万万 六万万 都也不行 这是我们近代来 我们讲 我们灾难的来源是什么呢 仅仅是我们讲 气不如人吗 然后是治不如人吗 我们一个一个找替队 严复 严复讲的段话 我觉得严复这段话 讲的非常深刻 近代来中国至弱之远 严复说 中国自秦以来 无所谓天下也 无所谓国也 皆家而已 一性之心 则一诏为之臣妾 其心也 此一家之心也 其王也 此一家之王也 天子一身 兼宪法 国家王者三大物 其家王则一切以之巨王 国家者 厉害于一家而已 未成为天下计业 中国至弱之远 大家感觉什么呢 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就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君教臣死 臣不敢不死 天下都是皇帝老子的 以我何干呢 打仗了 洋人在跟皇帝打仗 赔款赔皇帝的款 隔地赔皇帝的爹 那以我何干 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是近代以来 当然从皇帝来说也是这样 天子一身兼宪法王 国家王者三大物 其家王则一切之巨王 故其厉害者 与厉害一亿加二亿 未尝为天下计 王朝的更迭 就是姓氏的变换 就家族的变换 流性的汉朝 那变成了李姓的唐朝 朱姓的明朝 然后爱信觉罗氏的兴朝 也就是姓氏的变化 其他还有什么 我们让大家看看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 签约的消息传到北京 你看青史记载 上退朝后 上就指道光皇帝 上退朝后 复首于变殿街上 一日也未尝展席 道光难受透了 签约了 隔离赔款了 非常难受 他一晚上都没回 寝宫去睡觉 在那个变殿街上 溜到了一晚上 四者淡门太息声 露下五谷 上呼顿足常谈 溜了到半夜 露下五谷 小太监听见 皇帝顿足常谈 他叹了句什么 我如何对得起 列祖列宗 道光非常难受 但他想起的 只是对不起列祖列宗而已 他没有想起 我如何对得起 普天下大众 我如何对得起 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 想不起来 只对祖宗负责 只对姓氏负责 不对国家民族负责 那皇帝是这样 那民众是这样 我们怎么可能万众一心呢 我们做不到这一点 一直没做到这一点 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 广州三元里那样的抗击 是极个别的 大多数民众在远处观战 殷军登陆后 民众主动向其出售蔬菜 牲畜和粮食 打仗是跟皇帝打仗吗 我们还得过生活 该赚钱得赚钱 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周围民众也加入了 哄抢圆内财务的行列 这是我们最痛心的 我们今天都不愿承认这一点 圆明园是被毁掉了 八国联军 罪魁祸首 我们很多人也进去 跟着抢了一把 你伊拉克不是这样吗 伊拉克战争 美军战略巴赫达 多少伊拉克市民 冲进皇宫 冲进萨达姆的助地 扛沙发的搬椅子的 能搬动的什么就搬什么 顶脑那儿就跑 这个局面我们当年也有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你说八国联军多少人 就我们讲 18811人 把我们给攻占了 你说总共来了多少人 没多少人 多少中国人帮着推小车 一盘散沙 没有共同的利益 没有共同的尊严 没有共同的追求 只是一个一个 四万万也是一个一个分散的个体 联军攻到北京 北京城高持后 一万多人根本就进不来 周围民众向联军提供消息 广区门下水道未曾设法 联军从广区门下水道 鱼贯而入 你看联军就那么多 没多少人排着散兵队形 顺着土坡往上爬 周围那么多民众 站在两边揣着手 看着联军进城了 他们在跟皇帝打仗 联军在北京杀人 一盒团 怎么杀人 包括清朝的王公 打这联军指定 中国人抓人 中国人捆人 中国人砍中国人脑袋 攻占皇宫 攻击皇宫 你说多少中国人帮着填壕沟 帮着架梯子 扶梯子还有坐在城墙 帮着联军 瞭望里面的情况呢 我们感谢八国联军 给我们留下了这些图片 否则 我们一个就谴责 侵略者 残忍成性 嗜血成性 屠杀成性 我们专门检讨 敌人怎么凶残 我们很少检讨 我们自己怎么虚弱 你这个状况 你说国家民族 哪有这种感觉 要不是孙中山怎么感慨 四万万中国人 一盘散沙而已 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元凶 百元郑四郎 1948年 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 判处死刑 七个被绞死的甲级战犯之一 绞死原因 就是因为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 九一八事变之前一个月 在关东军 给关东军做战斗动员 马上行动了 关东军心里不脱底 我们就一万多人 他们将近二十万呢 这行不行啊 百元讲没问题 全搞定 百元说 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 安居乐业士气理想 至于政治和军事 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 在政治上和军事上 和民众有联系的 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 因此 中国是一个同近代国家情况 大不相同的国家 归根到底 它不过是在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 加上国家这一名称而已 所以 从一般民众真正民族发展 历史上来说 国家意识无疑是很大波的 无论是谁掌握政权 谁掌握军权 负责维持治安 这都无外大局 交税交给谁都是交 交张作霖 张大帅也是交 交满洲国也是交 交日本人也是交 交国民党也交 无所谓的 反正正是个军事 统治阶级的职业 我们就好好活着就行 租税维持治安 所以说百元讲 你别看他们人多 他们不是一体的 他们根本不是一个现代国家 他们只不过是个分散的部落而已 东北军20万以上 你拥有飞机坦克大炮 关东军一万余人 数量上居于绝对的劣势 发动九一八事变 另外一个元凶 被列为日本陆军最具战略头脑的石原玩 石原说我不用拔剑 我只用竹刀就足以下退张学良 松散的中国人 板元被称为东北汉奸之父 右逼藏师义出任奉天委省长 运动西下宣布吉林独立 推动张海鹏宣布赵南独立 策动张景慧宣布黑龙江独立 劳控 维满中国 溥仪 罗振玉 赵新柏 谢介石等人 都是中国人 旗帜一打全过来了 跟着干事 在日本人的要求下 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干事 东北汉奸之父 板元正死了 你看看中国人 你再看看 华北汉奸之父 土飞元贤二 我觉得这些侵略者 绝不是仅仅是只会拿屠刀 砍中国人脑袋的人 这些人 心计之身 运用之身 对侵略政策创造性的发挥 你看土飞元 典型的中国通 中国话好的要命 他跟他周围人讲了 欲要灭亡中国 首先学好中文 你想灭中国 先把中文学好了 中文好到什么地步 土飞元的标准 在北京的小胡动 能听见小 听着懂小胡动小贩的吆喝 那才叫学好了中文 谋划我们多深 土飞元出任奉天市长 九一八事变之后 他当时在东北 出任奉天市长 九一八事变 未得到日本政府批准 关东军擅自行动 所以他到了奉天市长 藏师义当时跑掉了 还没被 还没被这个 百元正死狼拉过来 奉天市什么市长 就土飞元一个人没有钱 日本政府呢 没有批准这个行动 没有钱 关东军忙于作战 关东军也没有钱 土飞元自己掏钱 干市长 自费当市长 他自己找了些日本的银行 还有东北一些什么票庄 这个银票之类的 自己签名 自己欠款 弄了一笔钱 维持奉天市的运转 后来日本政府批准了 款来了 但是日本政府很明确 只是从国会批准这一天起 国会批准以前那段款 是不付的 那段款没有招落 没有招落怎么办 土飞元最后拿自己的工资 给顶了 我人家这些人 拿自己的工资 把他在奉天当委市长 钱给顶 土飞元的家人在日本 两三代 几十口挤住在几间破房子里 没钱 为什么呢 钱都花光了 土飞元工资都花光了 你这些侵略者 是我们一般想象的 荒阴无赌 吃喝嫖毒 他不是这样的 极其坚韧 极其刻苦 那对我们来说就极大的灾难 我说你不真正的了解这些人 你把他们做一个都是杀人魔王 都是内心如何如何 你不知道他真正危害你 危害在什么地方 你看土飞元 拉拢天津的吴佩孚 有人告诉他 吴佩孚虽然反蒋 但是也爱国军人自举 恐难加以利用 土飞元大度回答 只要他的行动对日本有利 就打着抗日招牌可以 他说抗日可以没问题 只要对日本招牌有利 非常大度 非常宽厚 为了日本的利益 土飞元跟山西 阎西山关系好得不行 要不怎么 华北汉奸之分 华北网络一棒子人 他跟阎西山关系好得不行 山西就是在日本 士官学校同学 一见了阎西山 非常流埋着 哎呀老同学来了 阎西山高兴得要命啊 阎西山忘了对老同学的防范了 利用与阎西山的关系 土飞元以旅行为名 将近北燕门关一带 重武器可以通过的地点 做了详细记录 都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了 七夕事变以后 阎西山认为燕门关是天险 尤其如月口一带 重武器根本无法通过 所以未曾构筑攻势 兵力也很少 直至日军突然在这一空隙中钻出来 阎西山大吃力行 整个近北作战失败 近北迅速失守 百元征次郎的第五师团 就是利用阎西山手绘的这个地图 村庄 桥梁 道路 炮车可以通过 卡车可以通过 手绘的 过来的 阎西山作为山西王 赐一对山西的地形 都不如他的老同学 土飞元了解 你说这些人灭亡中国 心计之深 用意之深 我说绝不进事 只会杀人的 华为网络一帮子 罕见 这再给大家看一个 寝华日军总司令 港村宁次 港村二十年代 驻上海 当时呢 五省联军总司令 孙川方把港村请为顾问 但你看港村宁次当顾问 发牢骚 他说尽管我在孙川方面前 受到敬重 向我咨询作战事宜 可军用地图 从来不给我看 军用地图 那都是绝密的 起码机密以上的 不给他看 孙川方跟 阎西山不一样 阎西山一见了 这个土飞元 显二 土飞元几个老同学 阎西山新华怒放 什么都忘了 孙川方不是 孙川方也是日本 士官学校的留学生 孙川方回国以后 从不讲日语 日本驻上海的武官 领事馆的武官 感到非常奇怪 孙川方日语非常好 为什么不讲 他们通过几个环节 问孙川方 为什么不讲 孙川方讲了一话 自从我 自从我有一次 你们把我当作 韩国人对待 我以后就再不讲日语了 孙川方对日本人 他是方便的 所以请港村 请港村宁慈当顾问 因为孙川方学习之后 港村宁慈是他的区队长 士官学校区队长 所以建港村就是 老师怎么找 老师相称 但暗中防范 不给他看军用地图 但最后不行了 北伐的时候 蒋介石北伐 主要作人对象 孙川方 港村宁慈回忆录 他这么写的 有一天我去前县南昌 当地指挥官把华中地区 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 全部借给我 委托我制定 作战指导方针 不久 前线节节败退 孙川方束手无策 起毛顺流而逃 这时候 有位头脑冷静的人说 港村老师 赶紧雇条小船 躲到日本军舰上去 港村宁慈说 我雇了条小船 仓促间 丢弃了所有行李 却越忘记带上 这套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 你看这帮家伙 仓促之间 丢弃了所有行李 所有戏软 一丢二框 没有忘记带上 这套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 这些人 这套地图回去 立即交易了日军参谋本部 日军参谋本部 给港村宁慈于中奖 七七事变之后 日本指挥官 公其周一说 武汉作战和中国大陆 各次重要作战 多亏有这套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 这个事情发生在1926年 这套地图在1937年 1938年起大作用 12年以后起作用 所以人家要往往以 这种心之深 考虑之深 准备之周全 绝对我们想象 我们太疏漏了 港村宁慈回忆录里还讲了一点 我们著名的外交家顾维军 你看我们现在书店里 讲顾维军讲多少 为中国争了大面子了 为北洋政府法 北洋政府服务 为民国政府服务 都是在国联开会 为中国争了大面子 但是 港村宁慈回忆录里就写的 怎么从顾维军口里套出了 中国对日的方针 1932年 128事变 在上海 打起来了 当时港村宁慈在上海 顾维军也在上海 负责处理事情 港村宁慈以前就认识顾维军 他知道顾维军的爱好 你看港村怎么判断的 港村宁慈在回忆录里 非常生动的写了这节 他说我判断顾维军这个人 肯定是一个 他既能为北洋 北洋政府服务 也能为民国政府服务 所以这个人的操守 肯定是一般的 他不断地转换他的立场 第二 顾维军呢 他有个很西化 长期在西方学习生活 很西化的观点 两国交兵 不影响交友 不影响交友 顾维军特别热衷于 舞会 酒会 party 特别热衷于这个 然后呢 港村就布置 只要顾维军出现在场合 让手下人通知我 都通知他 然后 港村就跟顾维军在不同的场合 一次一次的邂逅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聊得非常深入 顾维军把蒋介石 128处理 128事件的底牌 几乎都告诉了港村宁次 港村宁次全部掌握 他说对华交涉 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 我们讲顾维军不是汉奸 顾维军不是日本间谍 他是维护中国权益的 但是我们中国人太粗陋了 太粗俗了 日本人太惊喜了 我们吃亏在这一点 顾维军就言谈之间 两国交战 不影响交友 酒会 舞会 歌厅 清歌漫舞之中 放松了警惕 情况全被日本人捞过去了 我这是日本人 命名中国 当然他们有这样的实力 我们讲的应该说日本侵略者肢解中国 战略中国计划 从来就不是草率和简陋的 从加务战争前后 你看中国做了大量情报准备工作 和在国内完成的军准备 你可见一斑 他灭亡你 长期准备 所有事件步步紧逼 1928年6月黄古屯事件 1931年6月中村事件 7月万宝山事件 9月918事件 1932年1月128事件 1935年5月张北事件 1937年7月77事件 日本一直在不断的制造危机和利用危机 有条不紊的向预定目标节节推进 他不是一口要吃个胖子 他是一口又吃 从边缘啃起 看你步步退缩 他再往前步一步 你再退 他再往前 一步一步的拱 当然 我说双方的实力差距是大的 大家可以看当时的工业能力 日本年产钢铁580万吨 中国4万吨 日本年产飞机600架 中国零架 日本年产坦克200辆 中国零辆 工业能力差距巨大 装备差距巨大 日本海军115万吨舰艇 中国是5.7万吨 日本飞机是2700架 我们是300架 当然我们军队比他多 我们200万 他38万 所以在当时在这种情况下 南京国民政府就成立一个叫低调俱乐部一批人 蒋介石的大秘 陈布雷 著名文人胡适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 他们都是低调的俱乐部成员 就是汪精卫骂这个冯玉祥就是这样讲的 说真是丘巴的无知 日本能投降吗 低调俱乐部核心就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周佛海的话 中国人的要素 物的要素 组织的要素 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 战必败肯定不行 陈布雷也是这么想 胡适也这么想 胡适差点就滑到那去了 你蒋介石最后还救了胡适 蒋介石把胡适从低调俱乐部弄出来 把他派到国外去当大使 说你就按照国民政府的口径宣传抗日 胡适没办法 这才从低调俱乐部出来了 胡适原来想根本就打不过 弄什么呢 不行 低调俱乐部的后台大老板汪精卫 所以我们在这讲到 讲到什么应勇抗日的时候 我们怎么怎么抗日 正面战场敌国战场 当我们讲结合 我说我们一定不要忘记 抗日战争期间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以下 20多位中央委员投敌 58位以上的将官投敌 一些部队成见之花辩 整个八年抗战 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 高达210万 超过清华日军数量 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 在二战中伪军数量超过 侵略军的国家 人家都没有 我们有 德国进攻苏联 魏国战争 没有伪军吗 有乌克兰 就今天乌克兰 当年就有伪军 德国进攻法国 法国没有伪军吗 也有 那德国进攻中东 意大利进攻中东 埃及 利比亚 没有伪军吗 也有 但像我们这么大的规模 没有的 伪军人数 超过侵略军的数量 没有的 中国赌一份 我们就这样 我说我们的国防部长 赤浩田 或者军委副主席 赤浩田同志 他当年就回忆吗 他家乡山东昭远 他我们家乡 一个炮楼 五个鬼子 一百多伪军 扫大 几万人跑返 鬼子来了 赶紧跑 五个鬼子 一百多伪军 就拿弄了 赶羊羊 到处 我说 今天 马云九在讲 中流砥柱 好不孙在讲 正面战场 我说我们共产党人 充分肯定 你正面战场作用 我们点正面战场 敌方战场 共同取得胜利 他们今天开始 我们承认 拼命叫这个声 我说你叫什么声 共产党有一个中央委员投敌的吗 有一个高级干部投敌的吗 有一个部队成建制的花边吗 一个都没有 蒋介石在陶德曼调停 就德国的驻华大使 陶德曼调停的时候 陶德曼给希特勒上了报告 日本人 德国人不希望日本深陷中国战场 他希望日本力量去打苏联 日本从东面 德国从西面 让苏联首尾不能相互 他见德国在中国打起来 他见日本在中国打起来 七一事变之后 陷于中国战场 德国人很着急 他不是为了中国 他为了他自己 所以有德国驻华大使 陶德曼调停 你们华北战场 和这个华中战场一定要停 别打了 他要吻下来 在陶德曼调停的时候 陶德曼给希特勒写了报告 那个报告活令活现 陶德曼讲 今天蒋委员长极其机密的告诉我 我不能统一日本的条件 我如果统一日本的条件 国内的舆论要推翻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被推翻了 唯一的可能就是共产党上台 而共产党是绝不投降的 讲这是给陶德曼的话 共产党是绝不投降的 就说你们别让他 日本人逼迫我 逼迫我太紧了 我下台 你们还不如跟我打交道呢 我下台 他们上来 他们绝不投降 日本人就蒋介石 拿共产党吓唬陶德曼 陶德曼给希特勒的报告就这么写的 简直话 我们今天很多搞宣传的共产党人都忘记了 共产党什么叫重流砥柱 就觉得我们好像人少了 我们打的仗少了 我们是不是啊 是不是真的是他啊 我们自己都觉得是不是桃子是我们摘的 什么叫重流砥柱 不在你掌握多少资源 在你这种决心 共产党这种决心 一定要抗战到底 国民党你看看 都是国民党精英啊 汪精卫 陈公伯 周佛海 王科敏 你从这看 殷汝庚 梁洪志 王继堂 齐解园 庞敏勋 你庞敏勋 台阳庄之战打得很不错 战功卓著 最后整个军降日 一个军 变为伟军 你齐解园 国民政府的军人都是这样的 一个军降日 从军长开始 共产党有这个情况吗 你这些人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以上的 最后降了日以后 都跟日本人混了 自己斗的还一塌糊涂 汪精卫跟王克敏之间的矛盾大的要命 汪精卫就觉得王克敏 主掌华北伟政府 不太听南京伟政府的话 汪精卫后来在南京伟政府的国会 搞了个提案 趁王 汪 王克敏最后一看 事已至此 连自己地位都保不住了 王克敏后来跟周福海说 你看说那话 王克敏跟周福海说 说你汪精卫 你当汉奸就当汉奸 你怎么拉这么多年轻人跟你干呢 他们汉奸都知道自己是汉奸 王克敏自己说 我当汉奸 我无所谓 我都六七十的人了 我哪天腿一顿我死了 随你们怎么说 你说就说吧 反正我死了 说你汪精卫 你拉那么多年轻人跟你干 人家年轻人有未来呢 将来都是汉奸 你怎么办 王克敏的话 他讲了这个地步 周福海讲什么呢 周福海讲了句 我们中国人都到了这个地步了 还在窝里斗 都一伙汉奸了 还在斗 没办法 王精卫用王继堂取代王克敏 王继堂到了一趟日本 日本天皇会见他 你看我们中国这个人 我中国人呢 像王继堂那种 无耻到这种地步 古文非常好 日本天皇会见他 很感动 给天皇写了首诗 八红一语 玉人风 玉人会见他了吗 八红一语 玉人风 续日盈晦地貌宫 春殿从容暖雨味 外臣感激此心同 这伙人 把中国政治 糟蹋到如此丑陋的地步 你只能极大的增加 侵略者灭亡你的信心 他太轻蔑了 这个民族就能这么一伙人 我们搞个日本人给我们工作一下试试看 非常难 搞个中国人跟日本人工作一下看 不太难 今天都是这样 我们不要以为历史轻易的过去了 我们今天我们讲 我说你看2005年 在日本 日本上海领馆 有一个日本的领事人员 在上海出入不健康的娱乐场所 被我们掌握了 被我们把握了 这个家伙回到使领馆 三天上吊死了 留了封遗书 第一 我不愿照中国人的要求去做 第二 我也无脸回去见家乡父老 所以我死了 我们呢 积极的主动的投靠的 今天也不少 所以我们在讲历史的时候 我讲历史 现实写照 我们当年所出现的 集团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 集团性的 不是个别的 就今天讲腐败 一坨一坨腐败 他方式腐败 你当年就这样 集团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 我们胜利了 能忘记这些吗 我们的著名文人周作人 今天多少书店 有周作人文集 大套的 一大套 有人还送了我一套 哇 送了一大套 周作人文笔太美了 散文太美了 没人能比啊 哎呀 这情调 当然过去有些过节 过节无所谓 你们才华吗 才华离开季节 也能成为才华 三七年 很多知识分子 在旧国圈上签字 抗日 周作人不签 三七年 北京大学 班离 北大 不是加入西南联大了吗 周作人不走 我说你不签不走都可以 你就留在北大 旧日战区 我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 我就叫我说 完全可以 没有人说你 你周作人变太快了 连劝有周作人出任 伪直的日本人都感到意外 最初以为周作人 不会放弃文人的清高 出任伪直的可能性 只有1% 日方已有底案 如果周作人坚持不受 只有作罢 并不打算免为其难 没想到周作人 回答的很痛快啊 很快就答应了 出任 北京大学图书馆 委馆长 委华北政府教育总署都办 相当于委华北政府 就是王可敏的政府的教育部长 跟随汪精卫访日 访满洲国 发表演讲 广播讲话 慰问日本商兵 我说这事你可以不做 你教你书吗 你做这事 干什么呢 周作人说了 我不得不做 我不做日本人要杀了我 他们派刺客来刺我来了 后来你看 现在情况都搞清楚了吧 不是 不是日本人要杀你 刺客刺你 是 蒋介石的军统 代理派人到北京 刺杀周作人 因为觉得你是伟文人 汉奸文人 刺杀周作人 那个刺客 敲门 八道湾的房子 周作人开门 刺客当兄就一枪 周作人命大 是铜扣子 一枪打在扣子上 跳弹 周作人硬撑倒地 其实毫发未伤 他的运气真特别好 一枪打扣子上 扣子滑掉 他硬撑倒地 他是文人 枪响吓坏了 不打扣子上也倒地了 他一下倒地 刺客也把他打死了 他的佣人出来 刺客第二枪 把佣人给打死 结果第二天周作人一件事没有 周作人说是日本人要刺杀我 所以我只好当着教育部长了 不当眼不行了 说谁日本人刺杀你啊 是戴笠要刺杀你 我们今天好多人给周作人 释怀 说周作人那么干 是北大留在北平 是北大校长蒋梦林 委托周作人 看管北大的校团 蒋梦林后来讲他没有做这个委托啊 周作人一个文人 他能看过北大校长 他也不是什么后勤出身 搞什么杂物的 他不是搞这 他搞不了这东西 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人替周作人 解套 说呢 周作人为什么要出任教育总署杜办呢 为了防止妙兵出任杜办 妙兵的家伙是真正的汉奸 坏透了 周作人是比较好一些的汉奸 所以说周作人出任 比妙兵出任好 我说你看我们中国人这个理论 我们今天都造出这种理论 给周作人宽心 说他要不当 有一个更坏的汉奸要当 所以说还不如他当 你叫什么理论呢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通缉这个理论 我们还有一点血性和气节 周作人就非常反对这一套 周作人就讲 研究文天祥 他讲 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 你何不于事呢 我不希望中国再出现文天祥 我们中国人没有一个人 要求你这个文若书生 去做文天祥 谁也不要求你做这事 但是不做文天祥 就可以附庸于别人吗 就附庸于这些柜子手 屠杀中国人的柜子手吗 就可以去慰问日本商兵去吗 没有了气节 才华 依附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中国人今天觉得气节都无所谓了 周作人文集通行 大家学学周作人的文笔 我说将来 按照周作人都成为了我们文学界的典范 我们将来 培养什么样的民族精神 所以在那个时刻 我们讲在那个暗无天日的时刻 在那个刚肠错乱 廉池扫地的暗无天日年代 清华大学教授余平博 仰天长叹 我们的英雄不知在何处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没有英雄 都是人在屋檐下 哪能不厘头 都是好死不如赖 活着 都是活麻雀 比死老鹰强 这套理论通行 一个民族 你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力吗 我们正是在这一上讲 什么叫中流砥柱 你看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杨静宇 不是中流砥柱吗 抗连第一路军总司令 第一路军抗了最后 剩了自己一个 都没有了 打散的 牺牲的 叛变的 都没有 就剩自己一个人 一个人 有胜利的希望吗 有一丁点胜利希望 一丁点都没有 那也抗战到底 绝不投降 什么叫中流砥柱 就这个 你说蒋介石中流砥柱 一直在想妥协妥协妥协 实在不行 谈不妥协 那最后干到底了 杨静宇就剩自己一个 一点胜利希望都没有 那也干到底 成斌 抗连第一军第一师市长 杨静宇最信任的得力助手 1938年7月率部投敌 组成成斌挺进队 逼杨静宇绝进 杨静宇最信任的得力助手 张秀峰军部的行为排长 父母双亡的孤儿 被杨静宇抚养成人 1940年2月携带机密文件 枪支机抗联经费 叛变投敌 向日军提供了杨静宇的突围路线 中国人就是按照百元 郑四郎讲的 他们无所谓的 这交税维持治安 跟谁干都是干 只要能活着 怎么都行 杨静宇日本人对他佩服的了不得 杨静宇身高马大 东北深山老林那个雪山末期啊 日本人个很矮 雪山末期 个再矮点 雪都到大腿根了 他根本在雪地上没法跑 杨静宇身高一米八几 我大约三个月 三周之前从东北刚回来 东北通化吉安 杨静宇就在吉安一带抗面 吉安杨静宇纪念馆解除员告诉我 说金教授 杨静宇不是身高一米八几 一米九二 身材很高啊 日本人把形容大托鸟 身高腿长 雪地上三蹦两蹦 照不着了 日本人把他神化了 出身如化 说这家伙真真难对付 就被叛徒一个一个出卖 你说成斌 成斌不知道杨静宇跑到哪里去了 但知道杨静宇在深山老林里放的秘营 东北冰天雪地啊 冬天生存很困难 杨静宇在山里分了一个一个的秘密的点 那个秘营点是小木屋 木屋里呢 有粮食 有柴火 保证你饿不死 动不死 成斌不知道杨静宇到哪里去了 但知道秘营点 把秘营全部捣毁 逼杨静宇绝技 张秀峰知道杨静宇的踪迹 出卖杨静宇 二月份出卖 杨静宇三月份牺牲 第三个叛徒张希若抗连第一军第一师特等机枪射手 叛变后在伟通华省警务厅长暗谷龙一郎命令下开枪射杀了杨静宇 都是中国人 都是中国人干的事 最后一个 我们很难说他是叛徒 赵廷熙 蒙江县保安村的村民 蒙江县 杨静宇牺牲在这 现在改为静宇县 他们上山砍柴 三个老乡上山砍柴 发现山上 发现杨静宇 杨静宇看见几个上山砍柴的老乡 杨静宇跟赵廷熙说 下山帮我买双棉鞋 杨静宇跑好几天 好几天没有吃饭 棉鞋跑丢一只 说买几个馒头 买双棉鞋 给你们钱 告诉他们 千万别告诉日本人 下山就向日本报告了 杨静宇在山上 都是中国人 杨静宇最后壮烈牺牲 被射杀牺牲 出卖杨静宇的 都是叛徒 杨静宇牺牲之后 日本人把他解剖 肚子里面 草根树皮 好几天没有吃饭 都是叛徒 成冰 张秀峰 张希若 都是中国人 出卖杨静宇 赵廷熙 跟杨静宇最后 还有一段 对话 赵廷熙说 我看还是投降吧 如今满洲国 不杀投降的人 赵廷熙看见杨静宇跑几天 没有吃饭 棉鞋跑就一只 脸上 耳朵上 手上都是洞窗 赵廷熙说 行了 服了吧 投降算了 人家不杀你 赵廷熙哪里知道 日本人安排 如果杨静宇投降 出任为满洲国军政部长 不是不杀 让你当大官 利用你的影响 摆平东北抗连 杨静宇就跟赵廷熙讲了一话 老乡 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 还有中国吗 我觉得这句话 真是惊天动地 什么叫中流砥柱 这就是中流砥柱 中华民族 今天之所以能存在 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灵 不是因为我们多数 是因为我们有杨静宇这样的少数 就像抗战期间 学者丁文江讲的一样 只要少数中的少数 优秀里面的优秀 不甘心坐以待毙 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 大多数人万念俱灰 大多数人觉得一点都不行了 大多数人觉得实在是只有投降 就跟着走了少数 就是黑暗中的灯火一样的少数 这就是中流砥柱 什么叫中流砥柱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的最根本的作用 就是最黑暗最困难的时候 有这么活的人 绝不投降 西方有这么句话 直到列强 不再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看待了 中国人才感觉到有组织一个现代国家的必要 你们就是个部落 就这个村落 让人家一一的吃掉 康有为的1895年的公车上书 我们可以说的是封建士大夫阶层的觉醒 封建士大夫阶层 有少数人知道情况严重 再这样下去不行了 少数人 1919年的五四运动 知识分子层的觉醒 再也不能两耳只闻疮 两耳不闻疮 还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了 走出校园 走出课堂 外征国权 内衬国贼 1937年 全民抗战 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觉醒 我们讲抗日战争最大的意义在这 中华民族做一个民族总体 他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走到这一步 民族总体终于觉醒了 发现日本人来了 不是对准国民党来的 也不是对准共产党来的 对准中华民族来的 占我们的地 屠我们的城 杀我们的人 所以1937年7月17号 蒋介石那著名的庐山讲话 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 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蒋介石这个名言 地无分南北 年无分老幼 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皆因报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比汪精卫要强多了 比胡适 比他的那底下陈布雷 比什么周富海要强多了 蒋介石要抗日 当然蒋介石抗日的三个因素 第一是日本人的步步紧逼 第二是国内外的巨大压力 民众要抗日 共产党要抗日 第三是国际上的压力 英美也不希望蒋介石再后退太多了 蒋介石本来想的是 攘外逼先安内的 先把共产党解决了 再抗日 他本来是这么想的 后来一看 最后在三个压力之下 当然最后一个还有什么呢 最后西安事变的推动 蒋介石下决于抗日 当然你说蒋介石抗日 他抗日基础 他从内心基础 他也是有的 我让给大家下面引用宋美龄讲的话 宋美龄是基督教徒 虔诚的基督教徒 蒋介石跟宋美龄结婚以后 也跟着信教了 当然蒋介石是半信半疑的 他还是佩服着王阳明 就是中国的这些 他对那西方的基督教 今天因为宋美龄信 他也跟着混一混 宋美龄是非常虔诚的 宋美龄的母亲也很虔诚 宋美龄母亲病重 宋美龄陪在母亲床前 问了母亲这么句话 您的祈祷那么有力量 为什么不向上帝祷告 以一场地震摧毁日本 好叫他再也伤害不了中国 你从这话里 你看出 讲诵的抗日的情节 他们都有这个 为什么不一场地震摧毁日本 好叫他再也伤害不了中国 宋美龄回应 后来他母亲跟他讲 上帝祈祷不祈祷 就是上帝的意志 是上帝的事情 不是我们祈求能得来的 你不能这么说 他母亲跟他讲的 但我们从这点 你看出呢 老蒋抗日也是有 他的感情基础的 他对日本的这个愤恨 所以日本人当时 为什么第二次 以孔祥西的接触 失败了呢 日本人跟孔祥西 蒋介石上 孔祥西跟日本人谈 日本人谈到最后 有个条件 蒋介石必须下野 所以这个条件失败了 蒋介石日本人也挺讨厌的 我们说呢 但是呢 蒋介石抗日 蒋介石其实从内心来觉得 他觉得抗日资本并不很多 国民政府兵工书统计 库存子弹五一发 炮弹二十二万发 只够二十个师的部队 三个月的使用量 日本人讲 三个月击败中央军 后来我们不是有人说 三个月灭亡中国吗 主要来源就这点 日本华北作战纲要 两个月解决宋哲元二十九军 三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 日本人讲击败中央军 就征服中 蒋介石当时代药量也只够支撑三个月 而一九三七年七月底 蒋介石庐山讲话发表之后 一周之后 十几天之后 蒋介石邀胡适啊 等一帮子人陈不雷一起吃饭 告诉他们决定作战 胡适问可以打多长时间 蒋介石讲可支持六个月 我说这是他们这个通病 下决心抗战了 但觉得手中没有足够的资源 也顶也顶不住 顶多顶六个月 这时呢 就因为中国这个状态 日本侵略者轻看了这场战争 他因为短时间内 能迫使中国去负 所以日本参谋部制定的 在华北使用武力时 对华作战指导纲要 就判定两个月解决宋哲员29军 三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安军 我们这些领导者 也可以叫统治者 你看近代也来 中国从来不发这样的活 你从李鸿章来好 搞这种洋务运动 袁世凯 小战新军 康有为 戊虚维新 孙中山 辛亥革命 他们一个共同的通病是什么呢 他们都是力图依托少数精英 完成对社会的改造 都为把唤醒民众 动员民众 组织民众 作为变革和革命的重点 在他们眼中 民众只是改造的对象 而不是推动变革和革命的动力 最终只能导致变革革命一再失败 蒋介石也如是 他统计资源 全部是国民政府能掌握的资源 国外可能援助的资源 他从来没把民众当作个资源 真正把民众当作资源的中国共产党人 毛泽东讲的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 就造成了陷底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 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讲 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 武装起来 参加抗战 实行有力出力 有钱出钱 有枪出枪 有志出之 全民抗战 毛泽东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人 第一次把民众作为一个巨大的资源 而不是个巨大的包袱 认识这一点 持久战 最根本的不在于你库存的炮弹 不在于你可动用的装备 航空器 地面的坦克 而在于民众 有知识出知识 我这给大家讲个典型 钱伟长 1931年 钱伟长以中文历史双百的成绩 被五所著名大学同时录取 清华交通浙江武汉和中央大学 五所大学同时录取 当时钱伟长的叔叔钱睦 大学者 也清华大学出来的 推荐钱伟长上清华 清华大学的国学大师陈云雀 想收钱伟长为弟子 一片光明啊 名牌大学 名牌导师 但是钱伟长后来不干了 为什么呢 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钱伟长到清华报道 恰逢九一八事变 发生 钱伟长说 政府说不要抵抗 因为人家有飞机大炮 我听以后火了 下决心 我说我要学飞机大炮 不学文科了 要学理科 钱伟长极具文史天赋 但物理只考了五分 数学化学二十分 因为没学过零分 理科清华大学 以英文教学 你怎么去啊 清华物理系主任吴有训 就不要他 说你太差了 不要你 钱伟长动用了所有关系 他的叔叔钱目 全部动用 动用关系不是为了占便宜 就是一定要学理科 一定要靠飞机大炮 后来终于把吴有训说动了 吴有训说那行 试读一年 不行你就回去 第一年 钱伟长弄了个七十分 五年之后 钱伟长以清华物理 第一名成绩毕业 他没有成为文史学家 成为了中 现在中国力学之父 我们说一个人 最大的动力是兴趣 钱伟长因抗日战争 因九一八事变 兴趣发生巨大改变 为了国家民族 兴趣发生巨大改变 2010年 钱伟长当选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颁奖词 从异理到物理 从固体到流体 顺逆交替 委屈不 委屈不屈 荣辱数遍 老儿迷奸 这就是他的人生完美力学 无名无利无悔 有情有义 有祖国 动员起来的力量 钱伟长是个典型 我们说钱伟长 陈家庚也是个典型 陈家庚 海外华侨富商 以汪精卫 陈公博 包括胡汉民 孙中山关系非常好 是孙中山同盟会 捐资的金主 但是陈家庚 后来抗战之初 37年之初 发现汪精卫 态度动摇 态度动摇 他个人跟汪精卫 关系非常好 陈家庚在重庆国会 提出提案 日寇未推出我国土权 凡公务员对任何人 谈和平条件 盖以汉奸国贼论 提案 非常尖锐 汪精卫当时还没叛逃呢 还是什么国民议会的议长 看着提案说 这提案太扎人了 想办法修改 修改成了比较缓和的 这样提案 在日寇未推出我国土前 公务员不得言和 陈家庚 你看被动员起来的中国人 陈家庚当时动员了 大量的南洋的激攻 因为我们当时从中缅 中缅的公路过来的 国外的物资援助 我们没有 不像我们今天都会开车了 我们当时拿着司机 没有司机 不会开车 修车 更不会 陈家庚动员了南洋的很多机工 汽车司机 修理工过来 帮助支援 帮着开车 运送物资 日本人把陈家庚恨透了 日本人1942年2月 占领新加坡 陈家庚的大本营 日军山下奉文 叫马来之虎 山下奉文 占领新加坡 山下奉文的指令 就是 新加坡 华人减半 新加坡 我们知道南京图城 我说我们还记得 新加坡图城吗 新加坡图城 当地华人杀掉10万 日本人先不承认 当地统计 杀华人10万 日本人承认5万 不承认10万 我们说南京30万 日本人说没那么多 10万 我说这日本人 我们今年5月底6月初 到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会议 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题目的 我们讲抗战的 我们今天在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会议 新加坡记者采访我们 我们就问过 我说你新加坡忘记了 日本在新加坡的图城吗 你们今天跟日本搞得这么急 你们的李显龙总理 跟美国搞这么急就不说了 跟日本混这么急 你忘记了当年日本在新加坡图城吗 你们今天提都不提 我说今天南海问题国际化 李光耀 李显龙始作俑者 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 当然这个问题扯得比较远 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去了 我说我们今天中国人 我们一定要注意 你想他们搞这东西 我们在新加坡 香格里拉会就讲了 我说你们搞这东西 不要以为我们都不知道 你们南海问题国际化 新加坡是始作俑者 开香格里拉会议 我说你 我我就问了问 我这稍微差点 我说香格里拉会议 你全称什么 亚洲安全会议 你全称亚洲安全会议 我说亚洲安全问题 多少问题 民族问题 宗教问题 你包括环境问题 然后发展不平衡问题 环境污染问题 当然有边界和海洋 领土争当问题 都有 什么问题都不提 就提中国南海问题 谁定的主题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 和新加坡的总理 李显龙俩共同地 我说就中国南海问题吗 亚洲安全问题那么多 就中国南海问题吗 我说你说亚洲安全会议 我说你参加过欧安会吗 欧洲安全会议 你到欧洲安全会议看 有一个黄州人没有 全是白人 欧洲安全 跟亚洲人什么事 所以当然了 我们也理解都是白人 我说你到新加坡 先个里拉会议看看 亚洲安全会议 三分之二白人 首先美国国王报道发言 然后英国 法国 德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我说这是亚洲安全会议吗 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前就没刺他 没指责他 我们都说我们参加上会 我们就解释我们立场 我说 一句话 攻击是最好的防御 你新加坡为什么这样 不仅美国和日本 包括新加坡 你们忘记了吗 陈家公给新加坡的大本营 爱国华侨 当年我们是这样的 当年我们知识分子 不仅陈家公啊 显星海 周涛粪 叮铃 爱情 矛盾 等等多少人 奔赴延安 我这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2013年在上海 给上海市委中心组讲课 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 上海市的纪委书记 杨小杜 现在是中纪委的副书记 我讲完课之后 杨小杜书记 我把我拉到一边 最后讲课 拉到一边 他跟我讲 他说金教授 你讲太好了 他说连战到上海访问 2013年 他说我就跟连战讲过 你们说抗着都是你们打的 共产党都在后面 什么都没干 他说呢 杨小杜说呢 我跟连战讲 我说我不讲别的 我就讲我父母 杨小杜说 我的父亲母亲 都是江浙一带的 大财团的 富豪人家的 儿子和女儿 非常富有 从阶级属性 他们都跟你们是一样的 他应该跑到重庆去 为什么我父母 都跑到延安去了 我就告诉连战先生 就因为你们不抗日 所以我父母 全跑那边去了 我父母从阶级属性 跟你们都一样的 都跑那去了 你今天一说就 你抗日共产党不抗日 你知道当时的情况 当时多人往延安跑 为什么 就因为共产党 不投降 要抗日 我说 这是土地革命战争中 从未有过的景象 黄河之兵 集合了一群中华民族 优秀的子孙 当时你到抗大 也没有工资 津贴非常少 你来回的路费自理 吃的粮食自己背 烧的木炭 还得自己烧 冬天烧的煤 也得自己背 你到国民党的军校 你能够发津贴 发服装 报销来回路费 但那么多人拥到延安 为了什么 为了心中的理想 延安这种有教 无类就孔子的 有教无类实验 一个班里 从留学生到文盲 就在一个班里 这中国历史上 从未有过的景象 民族总体的觉醒 那时候 大家认识到我们 这个议题性 我说更为广泛 深刻的组织动员 发生在农村 中国最广大的地区 是农村 最多的民众是农民 开发 开辟发展 抗农村抗日 根据地 动员民众 组织民众 武装民众 依靠民众 是以日本侵略者 决胜的关键 毛泽东讲 中国的农民 有很大的潜力 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 能使日本军队 一天忙碌 24小时 使之疲于奔命 必须记住 这个战争 是在中国打的 这就是说 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 中国人所包围 日军要被迫运来 他们所需的军需品 而且要自己看守 他们要用重兵 去保护交通线 实施警方袭击 共产党人 开决了一个 中国抵抗外来侵略 前所未有的 最大的资源 民众 普通民众 毛泽东在《论持有战》中 这句话被广泛的引用 战争之 战争的伟力 之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中 说得非常好 被广泛引用 我最近在中国新年报 发表的文章 就是发表一篇 一个冰点的整版的文章 那篇文章中 有一个标题 就是战争的伟力 之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中 结果编辑给我改了 把这个凳子去掉 他说这个凳子 就像是凳子累赘了 有了支字 这个凳子有多余 我说这是有引号 是毛主席讲的 不是我讲的 你别改正 赶快把这字加上 他就觉得 你看我说 今天的编辑 我们都有双引号引的 他就觉得战争的伟力 至最深厚根源就可以了 或者把前面的凳去掉 或者去掉后面的凳 中间有个支字了 我这是原话 原著原话 你别来这个 根据今天的文字编辑 我觉得今天 我觉得我们有些编辑 他根本不知道原著 怎么回事 我是不能动的 什么叫经典 一个字都不能动 动的就成我篡改了 我说你改的 一发表人说 你看 金鸡兰给改了 我说这行吗 这句话说的非常好 被广泛引用 但毛泽东 还有句话说的更好 引用的很少 那句话就是 日本敢于欺负我们 主要原因在于 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这句话我们引用的很少 共产党最着力的 就这一点 组织起来 中国人一定要组织起来 再也不能一盘散沙了 再也不能政府打政府的 民众看 民众的 然后亲自在 再跟政府打仗 再也不能这样了 国民党就是这样 蒋介石计算了半天的资源 都是政府的资源 他的中央军 跟那个地方的杂盘 还是两心的 我们计算的不一样 我们就算法 我们说呢 抗日战争中的民众动员 是中国历史上 从未经历过的民众动员 日本侵略者发动战争 是中族民族矛盾键化 大大超越国内的阶级矛盾 为我们动员各阶层民众 开辟了全新的广阔的空间 不仅穷人 包括富人 你包括杨耀杜甲吗 他的父母都是 大豪生出身 大财团出身 全部加入抗日 当时各地叫抗日 占地动员委员会 民众动员委员会 纷纷建立各种工作团 训练班 广泛动员群众 这真是共产党的拿手好戏 动员群众 主持人拿手好戏 我觉得北京市的管理也是一样 我们以前接到 那就拿手好戏 后来有段我们没有了 接到什么聚业会都没有了 然后我们最近又出现了 带红酒章的 接到的 我是退休的职工 老头老太太 然后人退休了 你在街道维持秩序 发达补助 挺好的 红友庄一带 但是红友庄跟以前不一样了 现在秀上都是志愿者 我挺好的 就志愿者 都出来 你别看老头老太太 搬个小板子就往那一坐 那就是威慑 你不管是想留门 撬索 想干坏事 一看又占人 小心点 它就是这个作用 这是共产党的力量 一定不要忘记这一点 香港也是这样 你看现在香港乱成这样 我们不得不承认 1997香港回归之后 我们相当一段时间 击中于香港的高层 李嘉诚 霍英东 包玉刚 我们高层搞得非常好 那搞得好怎么样 李嘉诚还要全部撤出 先撤出大陆 撤出香港 你搞得底下也这样 我们今天 我觉得18大以后 对港政策的转变 我们真正认识到 香港我们必须做民众工作 我们给这香港 当然他们来了 但是我们上学 不打明天的 打张女士 王先生 都打这样的 因为保护他们的身份 在那儿学 我们现在开始了 给他们上课 民众动员 他们来什么 香港渔会 农会 工会 街道 社区 就这个 开始了 从香港基层开始 从街道开始 从社区开始 不是从高层富人开始 香港的什么 这个头面人工开始 香港的娱乐 歌星 五星开始 不是从那开始 那些人搞到最后 你看 跟你还是二星 我们真正从民众开始 我想共产党最大力量 来自于基层 历来是这样 如果丢到基层 我们什么都丢 当年 为了团结更多的人 土地革命战争 打土豪分天地 变成了抗日战争 减足减息 地主也可以抗日 照样抗日 减足减息 毛泽东专门提了 陕北的开明士绅 士绅 李鼎明先生 李鼎明先生在土地革命战争 时间 那就打土豪分天地了 李鼎明先生在抗日战争 就开明士绅了 这是他们团结的范围 一下就扩大了 共产党这动员力量 我说 抗日战争中出现的景象 是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景象 一个家庭中父亲是农旧会员 儿子公旧会员 媳妇父旧会员 小儿子亲旧会员 孙子儿童团圆 这种景象 只有共产党能做得到 谁也做不到 国民党的深入动员 谁也不可能 日本人能做 更不可能 共产党做到这一点 民众被前所未有的阻止起来了 不是说抗战以前没有抗战 是中国历史上就未曾有过这种组织 被共产党建立起来 出现了日本侵略者 从未经历过的两个战场 日本 华北 驻屯军回去之后 把在华北全部的日军资料 由日本防卫研究所 出版了一本华北治安战 全是日军资料 你看日军资料怎么披露的 日本人 日方说 对于重庆和中共两方究竟哪一方为真正的敌人 模糊不清 在战场第一线应该以谁为打击目标 就更难判断 尤其是中共势力 他和日军在长期训练中描绘的敌人 或者是迄今为止 我们所接触过的敌人 无论在形式和本质上都完全不同 没有见过这样的敌人 他说 共军与民众的关系 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 中共及其军队集中权力去了解民众 争取民心 不但日本连崇敬方面也远远不能相比 日本人感觉到 中共这个群众动员能力和群众议题的能力 崇敬都不能相比 日本人说 反我军进攻地区 全然见不到局面 想找带路带路人班运夫 以至收集情报都极为困难 空使清野做了彻底 扫荡搜索隐蔽物资很不容易 都被他们藏起来了 找不着 说共党地区的居民一起动手支援拔路军 连妇女儿童也使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 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 被手持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 这是日本人对共产党的评价 还有这么生龙活物 这非常生龙的评价 他们起来 两名特务人员捉到当地居民 令其带路当接近敌村时 带路居民突然大声喊叫 来了两个汉奸 大家出来抓呀 港村支队的一个中队 当脱离大队主力 分进之际 带路的当地居民将其带进不利地形 使我陷于共军的包围之中 共产党组织起来的民众 这是我们五一发子弹 二十二万发炮弹 所能够统计的吗 当国民党在统计 自己到底有多少东西 你看共产党在干什么 他所组织动员起来的力量 哪一种 哪一种方式能够统计出来 他蕴含的 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 河北西部山区 北加比村的真实的故事 我这故事后来写在一篇散文里 今年初 总政群工 群工办的主任打电话找我 九三大游行 九三大游行 想找什么呢 金教授 你提供这村子的准确地点 我们要找就你村子里面描述这个故事的孩子 现在都是老人了 让他们参加九三大游行的抗日英雄游行 就前面几个车通过的 我说我们真正的英雄是不知道自己是英雄的那些人 不知道自己是英雄 当时这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河北西部 汉南西部北加比的村子 日本鬼子突然间把村子给包围了 当时几个区域干部正在开会 来不及走脱 混在乡亲里面 当时这个村子 我说生命力旺盛 全村五千人 一千多个孩子 日本人选中了突破后 就是这帮孩子 拿出糖果一个一个给 让你们吃 随便指一指哪一个不是村里人 你只要说哪一个人不是村里人就可以 后来我们问了这些老人 孩子们 那么多孩子 没有一个接他 日本人把你手掰开 你不接把糖硬伸进去 手向推火太阳把糖推出来 重新转上 鬼子糖掉在满是灰土的地上 我们后来当时后来问了 这个村子里的孩子 都是老汉吗 老汉们当然讲 谁不知道 第一个 首先谁不知道糖好吃 当时农村孩子吃过糖 又就没吃过糖 第一 谁不知道糖好吃 第二 谁不知道不吃鬼子的糖 带来的危险 你不吃糖 闹着玩的 几十年过去 所以我们当时就问他们 其中一个孩子 当时老汉了 你们当时咋那么大胆 真的一点都不害怕 你白发苍苍 老者回答我们 谁也不是同交铁打的 咋不怕 可那糖不能接 一接 就成汉奸了 这个绝不是高深的理论 高深的辉煌的理论 朴实像棒子面窝头一样的理论 民众中流传的理论 民众中的心心相约的东西 这些东西 我们说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巨大潜能 像熔岩和地火一样 长期 长期的压在普通民众的心底 我们经常讲 这是一种不需言传的民族的心灵约定 麻木千年 沉稳千年 也会被触发和唤醒 共产党的职责任务就是触发唤醒 共产党并不是说告诉民众一套 他们前所不知的 从未有过的东西 学理论 你把我经典背下来 你就觉悟了 不是的 共产党最大的动员 触发民众的内心 把内心以后的东西触发出来 我想这些东西 麻木千年 沉稳千年 也会被唤醒 这种传统道德的感召和内心良心的威慑 如此强大 以致日方狂飞狼狗 上唐的三八大汉 无可奈何 我们说任何一个民族 都不乏积蓄于生命中的火种 组织动员民众的核心与关键 就是激发这些潜在的火种 点燃它 这个民族就不会堕落 不会被黑暗吞没 不会被侵略者政府 我们近代来 多人讲到中国人的国民性 你看鲁迅写的 阿Q正传 把我们国民性恶的这面 表现得非常明显 台湾百扬写的 丑陋的中国人 也是这样 但是我们中国人 一定不要忘记 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巨大潜能 像荣源和地火一样 长期压藏在普通民众的心底 共产党最大的力量 不是像历来统治者一样 把民众作为对立的力量 和作为改造的力量 共产党把民众作为最大的资源 激发出这样的心灵之火 它就是这样鲜活的资源 谁也无法战胜的资源 这就是以为三个月就能灭亡中国的 日本侵略者的巨大悲剧所在 他以为按照甲午战争的模式打败中国 他以为打败了蒋介石 征服了国民党 就征服中国 他突然间最后发现 不但要应对正面战场的正规部队 还要应对敌后战场的 觉悟了的 有组织的 开始为捍卫自身利益 应勇战斗的千千万万普通民众 这些普通民众 这些敌国战场 可能肯定的 没有生产原子弹的能力 没有把原子弹空投在日本 迫使日本投降的能力 但是即使没有原子弹 即使美国不参战 你在中国战场跟你没完没了 绝不屈服 一直到最后那一天 这是我们最大的底蕴 就两个美国人写的 拉西特斯塔尔写的 事业政治 他讲了历史上 大多数国家是在战争中形成的 国家制造战争 而战争制造国家 我讲中国盖末能脉 用我们的话说 就是打败侵略者 建设新中国 就是战争制造国家 美国人 约瑟夫奈讲过 提出软实力 巧实力 都是约瑟夫奈提出来 他讲一般来讲 大国的标志是有能力打赢战争 我们说呢 确实如此 正是万众一心 共赴国难的抗战胜利 使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大国之力 这是抗日战争 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收益 绝不仅是战胜了日本法西斯 整个民族完成了觉醒 对自己的这种深刻认识 我们国防大学的抗 叫民族英雄雕塑员 有这么一尊雕像 除了岳飞 气急光 文天祥 石河法 灯的雕像 还有这尊抗战八将领雕像群 就抗日战争中牺牲的 国民党方面四位 共产党方面四位 高级将领 共产党方面是 八路军参谋长左权 西日军市长彭雪峰 抗连军长杨景宇 赵上智 四位 国民党方面四位 佟林阁上将 赵登宇上将 张子忠上将 戴安兰少将 共产党方面四位 国民党方面四位 现在台湾退役的将领 到大陆来访问非常多 他们上将中将少将都有来的 到国王大学会谈 会谈完了中午请他们吃饭 吃完饭了 最后的项目就看民族英雄 雕作员 这些退役的台军将领 他们就围着这尊雕像 久久不远离去 他们跟我们说 你们做的比我们好 你们今天给四位 国军将领塑像 我们今天在台湾 不可能给任何一位 国军将领塑像 你们给四位 国军将领 我们今天在台湾 不可能给任何一位 共军将领塑像 你们给四位 国军将领塑像 你们做的比我们好 我们当然讲了 我们今天充分肯定 中国国民党领导的 正面战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敌后战场 都为抗日战争胜利 艰苦卓绝牺牲 我们同时承认是牺牲 我们都承认是牺牲 当然他们看完 这个雕像之后 有点意犹未尽 昨晚半天还不走 欲言又止 我们有什么话就说 他们说了 如果把旁边四位 放到中间更好 他觉得怎么 放旁边 我正面战场 你敌后战场 你放中间更好 当时后来我就讲 我说放中间可以 我说放中间可以 你得胜利 你胜了 你放中间 北京你执政 你把我放旁边 我都感激你 今天我们执政 只能这样了 我经常讲 什么叫历史 少奇同志讲 好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 我觉得少奇同志讲的 不够彻底 历史是胜利者写的 人民不胜利 人民也写不成历史 谁胜了谁写历史 你看美国史 你还英国史 德意志史 俄罗斯史 日本史 哪一国历史 不是胜利者的记录 我说想书写历史吧 好做胜利者 你不做胜利者 你说我没胜 我历史 那没办法 历史就胜利者书写的 我说我们共产党人 最高的追求 一定不是稳定 压倒一切 甚至不是和谐 是胜利 十八大以后 中央领导的追求 你看反腐 全国全军强力反腐 这种反腐的深入程度 你按照稳定的角度来说 不稳定啊 你按照和谐的角度来说 不和谐啊 但是为了胜利 我觉得十八大中央 恢复中国共产党人最高的追求 就是周恩来讲的话 我们的最高原则是胜利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最高追求 为了胜利 必须得这么做 我们2020建成小康 2050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 都是胜利指标 这个胜利指标 靠稳定稳不出来 甚至靠和谐和不出来 共产党的武器斗争 不要忘了这一点 很多人都忘了这一点 共产党最有力的武器 就是斗争 连蒋介石最有的承认 撤离大陆 最后你看他最后 蒋介石日记里写的 共产党的优点 七条与国民国民党 一条条对仗 我觉得蒋介石作为一个政治家 厉害大陆那一刻 他终于成熟了 虽然成熟了晚一点 终于成熟了 他认识他自己为什么失败了 全部是政治 共产党的 这种主义第一 这种追求信仰 这种纪律原理 这种手段彻底 他一条条的讲 共产党的力量 我们今天有人觉得 不要把共产党 往社会党的方向走 我们绝不是一个 经营追求和谐的 追求稳定的团体 我们是一定要带领 中华民族 获得胜利的这样的力量 蒋庭府 我这给大家最后引用 蒋庭府之位 我们今天问 提问题的很多 你看到底国民党战场重要 还是正面战场重要 还是敌后战场重要 到底国民党打了多少战役 22个 好不存奖 22个重大战役 共产党打了几个 到底是 谁是中流底柱 炒的一塌糊涂 我说 这些人 从好不存马英九 包括我们大陆一些 思想比较糊涂的 仅仅把抗日战争 做出像军事冲突来认识 就像最后 战场的缴后平 你缴后多 还是我缴后多 你收一大 还是我收一大 我说我们的所有质问 包括好不存的问题 马英九的问题 我们国内一些人的问题 网络上的 微信上的问题 我说你们所有问题 都不如蒋庭府质问问的深 蒋庭府在1938年 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 他在中国近代史中 发出了社问 就这么问题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 根本只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 中国人能近代化吗 能赶上西洋人吗 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 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 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 能的话 我们的民族前途是光明的 不能的话 我们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蒋庭府设计就讲了 即使抗战胜利 你不能组织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你照样没有前途 你不能摆脱这家族家乡观念 你不能利用科学和机械 你不能近代化 你照样不行 没有希望 我觉得蒋庭府问问的很深 回答这个问题的资格 历史把它留给了中国共产党人 真正是中国共产党回答了蒋庭府之问 我们能吗 共产党回答能 我们说正是抗战战争时期 广泛的组织和深入的动员 使以事隔绝 自以自足的贫苦大众 第一次认识了自己 认识了抗战 认识了中国 认识了世界 极大推动民众 从传统的家庭观念 家族观念 向民族意识 国家意识迈进 从而积极主动投入到了 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中 抗战战争 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 中华民族第一次形成全民共识 为了生存 发展 繁荣 昌盛 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灵 我们必须在封建 半封建 殖民地 半殖民地的社会机体上 构建自己的新型民族国家 什么叫新型民族国家 大家看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 完成了转换 我们在抗日战争中 通过八年抗战 中国共产党 已经由阶级的先锋队 转换为了民族的先锋队 由阶级担当 化为了民族担当 从而为奠定民族国家 打下了最好的基础 绝不尽是个策略 打土豪分天地 变成了减足减息 是你代表层变 绝不信是阶级的了 而且是民族的了 那么多人加进你这队伍 因为看你是民族的代表 那么近代民族国家的奠基者 理论提供者 英国人霍布斯就讲了 当人人难以自我保存时 人们便自觉自愿放弃权力 开始缔约 指定一人或多人组成集体 来代表他们的人格 将自己的意志 服从于极体意志 将自己的判断 服从于极体判断 在此基础之上实现联合 这就是国家 国家从诞生那一刻起 就不是个慈善机构 就不是个人权机构 它是人人难以自我保存时 人们放弃权力 要形成极体意志 极体判断 完成自我保存 完成发展 完成繁荣 只有这样才可以 历史证明 只有新中国 才能真正实现 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 和集体判断 我们讲 1949年诞生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中国共产党人 为苦难深重的 中华民族 献上的一份大礼 给民族的一个交代 现代民族国家 回答蒋经府之问 没有民族遗忘中 实现的民族觉醒 没有全民抗战中 节省的民众组织 没有反抗侵略中 锤炼的战斗队伍 胜利不会这样快到来 民众也不会这样 彻底的觉醒 我们正是从这一上讲 新中国不但从根源上 消除了封建半封建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迹 而也从根源上 清除了一盘散沙的 换散状态 共产党的新中国 是中国达到了世界公认的一个 组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由过去组织化程度最低 到组织化程度最高 相差不到一百年 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 我说呢 献上的份大礼 做出了一个交代 中国人民被前所未有的动员起来 组织起来 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持续稳定 繁荣 昌盛 既能完成民族救亡 也能完成民族复兴 双重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 这是我们抗日战争最大的成果 中华民国 当然从历史顺序上来说呢 中华民国应该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但是问题是 中华民国不持续 不稳定 既无法解决民族救亡 也无法解决民族复兴 它存在了三十多年 完了 现在只在台湾 有名无始了 那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中华民族历史上 第一个持续的 稳定的 繁荣的 昌盛的 既能完成民族救亡 也能完成民族复兴 双重历史使命的 现代民族国家 我们说是 著名的蒋庭府之文 蒋庭府后来在台湾 1962年 他在美国 就台湾驻美大使 1962年 美国总统肯尼迪 刚刚经过古巴导弹危机 然后在一次 在一次外交聚会上 肯尼迪听说台湾方面大使来了 肯尼迪不知道蒋庭府著名学者 肯尼迪把蒋庭府叫过来 他又问一问 问什么呢 肯尼迪刚刚从古巴导弹危机中过来 心惊胆战 他问蒋庭府问题 听说危机中文有不同的解释 是不是有不同解释 危机西方叫quisis quisis西方的解释叫什么呢 critical critical就临界点的意思 你比如说水 水 零度是水的临界点 零度以上水是液态 零度以下水是固态 零度水的性质即将发生转换 由液态到固态的转换 那么零度就是critical critical就临界点 零度就是水的危机 西方这么解释 就是临界的危机 肯尼迪总统觉得不完美 想听蒋庭府讲一下 他听说了中文有不同的解释 蒋庭府告诉肯尼迪 中文对危机的解释是什么呢 危是危险 机是机遇 危险中所包含有机遇 肯尼迪想中文对危机的解释 太贴切了 最好的 那我们今天看到 抗日战争 中华民族面临的空前未有的危机 机遇在哪里 机会在哪里 机会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就是抗日战争 给我们带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它的基础是什么的 就是民众的觉醒 民众的组织 民众的动员 就真正的 由阶级的变成民族的 最大成果 就是 由危险变成了机遇 这是我们在今天 我觉得蒋庭府质问 和如何回答蒋庭府质问 比我们在争论 到底多少战役 到底打成什么样了 我说你争来争去 你争什么呢 日本天皇1945年815投降 1945年底 4月底到5月初 日军还在进攻啊 你说我们争了国民党 那个好不从你讲 大陆应该建 22个重大战役的纪念馆 你22个重大战役 正面战场节节败退 敌后战场节节推进 根据力越来越大 正面战场越来越加速 1945年4月底到5月初 日方还在发动指向作战 当时国民党具有了兵力优势 兵器优势 在美国空军的帮助下 具有了空中优势 还在后退啊 当时罗斯福到了晚年 都担心蒋介石突然间生变 他怕他中国战场崩溃 所以强烈 罗斯福为什么要求苏联 斯大林一定要出兵呢 他不知道斯大林出兵 东北以后斯大林有条件吗 他知道他觉得中国战场 你不出兵帮他下 他担心中国战场崩溃 还在节节败退 1945年5月日军还在进攻啊 8月份天皇投降 所以我们在这想 你战场上军事成果 有的 有限 我们最大的成果是什么 民众的组织动员 就借助日本给我们带来的危机 我们完成了这一轮的 真正的中华民族的凝聚 然后这个凝聚的成果 就是战争制造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所以我们讲中华民族 百年沉沦 历尽苦难 拿破仑说 中国势头沉睡的狮子 他醒来世界为之正产 拿破仑的本意 是这头狮子最好睡着 最好别醒来 他醒来世界要乱的 他觉得要动荡 中国人民在抗战战争中 表现出来的深刻的民族觉醒 空前的民族团结 英勇的民族抗争 坚强的民族组织 成为抗战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更成为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 关键性起点 所以我觉得2014年 习主席也是在法国 拿破仑就法国人 中国是都沉睡世子 2014年3月 习主席我不知道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也在法国 讲了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 我今天上午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